四周是居住宮崎俊 其實基本上來講 每一個案子它都有一個體現屋主的美學 跟它的生活態度 或是一個居住品質的一個想法 我們希望就是說 更接近屋主的審美觀 這是這次我們比較針對它的一些 人們學這部分 在這次的設計之中呢 所有的語繪跟造型 都是我們親手的一個收割方式繪製 然後再進入電腦的一個製作運算 再請師傅製作出來 那你看到所有的鐵劍 這些都是我們自己量身打造的 最重要的是看到我們江青天花板的 這兩條渡台的熱燈 它是有兩條的曲線的一個概念 這也是我們在這個案場 一個主要的精神跟精髓 這個案子它是屬於一個浮岸的主張 所以我們覺得說 它好像跟流動的一個概念 都有一個相應對的一個關聯性 所以我們在這個案場中 我們就埋入了一個這樣的一個設計的主張 然後代表它整體的精神 一個存在的一個感覺 因為在中國奮鬥二十年 那工程名舊之後 回到家鄉 打造一個這樣的一個住宅 來照顧台灣的家人 那又有一個過於反正的一個概念 那又有一個過於反正的一個概念 這個案子 中文字幕——YK